美国菲律宾高调宣扬联合军演 想破局就让小马克思的身价继续下跌 1月3日美国跟菲律宾进行了一次海上联合演习 参演的美方舰艇是卡尔文森号航母 还有一艘古老的提康多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两艘伯克级驱逐舰 菲律宾方面提供了三艘巡逐舰还有登陆舰 体现了重在参与的体验精神 菲律宾方面对演习的评价可谓是非常高调 我们看看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说法 他说我们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 面对地区挑战 我们正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美方舰队指挥官的评价 更偏向于技术性 他说航行和共同行动表明 我们致力于提高与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互操作性和信息共享 以提高我们协调海域意识和其他共同安全利益的能力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 菲律宾舰艇跟美军舰艇如何互操作 难道菲律宾巡逻艇上的雷达能对美军舰艇的火力系统发布开火指令 并且对导弹进行领导和控制吗 看来美军指挥官的说法仅仅是抬高菲律宾方面的面子 不过实际演习中美军的行动就没有给足菲律宾面子 1月3号早上菲律宾舰艇到达所谓演习水域的时候 只有一艘美国驱逐舰跟随到场 美方说另外一艘巡洋舰跟驱逐舰另有任务 现场倒是有一艘解放军的驱逐舰跟护卫舰早已恭候多时等着看戏 卡尔文森号倒是真的参加了演习 并不像一些媒体所说的没参加演习或者是跟随失踪了 只不过卡尔文森的演习任务就是让菲律宾的直升机降落一次 演习规模缩小了时间也缩短了 原计划的舰炮射击科目也取消了 只是演练了菲律宾所说的先进的海上通讯 以及一些分队战术 看上去就很类似搞了一次残要会 1月5号卡尔文森号就按照预定计划到马尼拉停泊进行访问 说到底这个演习跟访问还是向菲律宾展示一下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 有点政治意义 但是并不具备什么真正的实战价值 至于为什么事先高调宣扬演习中内容缩水 估计是美国发现这么高 有点不值 首先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总体方向 是激烈斗争中略微有些缓和 双方外交口吻都要明着说不追求冲突 只不过是手上使按劲 这种情况下 美国海军要配合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不能过度的激化冲突 只是唱戏就好下台 但如果真的发生冲突 美方是没法给菲律宾提供真的战斗支援的 这个台就真的下不去 另外 中国在东南亚 特别是在越南这些国家的战略布局 也在发挥作用 尤其是中越关系发生变化 越南选择向中国进一步靠拢之后 美国就彻底没有机会 把越南作为自己的战略落脚底 菲律宾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已经在东盟内部 对华问题上被孤立了 小马克思的身价开始下跌 那美国就算拿到这个棋子 也很难改变地区整体局势 所以就算美国继续在菲律宾增加投入 那也是消费比过低 美国人也是要算账的 得算算值不值 所以要继续敲打菲律宾 还是要在东南亚继续下功夫 各国对华的态度差异 要体现在他们经济发展的反差上 这样的反差会特别的有说服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镜 Bal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